我们来看看根据台电的资讯 用电量在中午的时候 及时用电达到橘色灯号提醒 下午四点半是降为 电量是黄色灯号 但是黄色灯号其实还是吃紧状态 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了 那么继续来掌握台电拍板 这个是电价的确要开始涨了 那么国民党立委叶玉兰 中午就发文说 去年5月13 5月17 今年的3月3号停电 让人民企业的损失惨重 但我们的政府知道吗 几次的停电下来 企业的损失都马是自己承担 甚至有些人的补偿 是只有区区10块钱以下 有人说这个补偿 有补跟没补是一样的 那么有人说都电价说涨就涨 但是赔偿区区区不理 大家还在 这个政府还在装税吗 是不是要叫醒我们的政府才对呢 而且说好的10年不涨价 但是已经跳票了 是不是要赶快提供补偿方案 要有肩膀来承担 另外是7月店家就要涨 那么工业用电的大户要涨15% 总统蔡英文的能源政策 让各界很不满 对此王美花部长在今天说 台湾目前还是有核能在运转 会持续使用到年限到期 而至于核二厂一号机的部分 则是被迫提早停止运作 台湾也不是现在就去废核 我们现在的核能也是在运转当中 那是要把它用到年限到期 甚至我们的核二一号机 因为新北市政府不让我们改干除 所以我们的核二一号机 燃料棒就没有办法从燃料池拿出来 因此而提早停止运作 那所以只有使用核能的部分 如果中央跟地方没有合作 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 政府才宣布涨电价不到24小时 就发生电力不稳的状况吗 就在昨天全国用电是冲上历史第四高 被转容量率一度调到了供电警戒 让台电紧急下令停止降低供电电压 才能够避免限电的警报发生 面对现在电价又涨了 但是供电又不太稳定 经营部长外美花说 台湾的电价是世界数一数二低的了 还要大家去查一查跟看一看 但是蓝营就很不开心了 说通货膨胀严重 百姓的薪水又没跟着涨 政府宣布电价要狂涨 没想到裁不到24小时 28号全国用电量就冲到3884.6万瓦 历史第四高 傍晚更因为被转容量率 一度调到百分之四 台电紧急下令变电所降压百分之三 就怕重演全台大平电 万一有临时有机组 有故障的时候 会说机组故障都造成这个供电的 这个问题 有一些机组有一些故障的时候 被转的这个电力可以马上上 又年大户电费狂涨15% 引发工商界大反弹 财职服部检讨 反倒急搬出台电亏损当挡箭牌 还向台湾电价已经超级便宜 台湾现在的电价 跟所有的国家比起来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低 不做调整的话 到年底台电的财务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别忘了 职务的通货膨胀率 全亚洲排第二名 薪质没什么太涨 可是物价一直涨 蓝军痛批蔡政府坚持费核 但南韩总统尹锡悦 罕见大分被痛批 前朝文在寅反核电 非常愚蠢 根本是做傻事 我有一天嘲讽 这是在骂蔡英文吗 我们根本韩国认证愚蠢 侮辱我国元首吗 塔律班快出征南韩 赵超康也炮轰 台湾还在死守 二十年前反核旧观念 强调以前反核是对的 现在反核是错的 痛批台电亏损 累积上看量千亿 蔡同同却好好坐在 总统府内吹冷气 蔡政府强推飞和家园 酿台湾用电危机 导致供电不稳 电价又狂涨 恐怕只会让百姓日子 过得越来越惊吓 解采政报李玄台北报道 好 七月电价交调涨了 超过一千度的住宅电费 也要调涨百分之九 政府说百分之九十七的住户 都是不会受影响的 但是有专家说 夏天如果冷气 全家都开的话 其实还蛮容易会超过一千度电 此外 台电也建议说 七百度电以上的住宅用户 能够申请时间电价计费 两千度以上的用户 可以每其省九千元 我们来听听专家分析 七月电价涨住宅超过一千度 电价涨八到九% 政府说百分之九十七的住宅用户 都不受影响 但专家痛批 全是谎话 民进党说百分之九七的住户 不受影响那都是骗人的 夏天吹冷气 那总电量是很容易超过一千度的 成本终究要转嫁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不只一般百姓 恐怕面临涨价 台电建议民众可以申请用 时间电价计费来省电费 意思就是尖峰电价将提高 每度四点四四元 离峰电价降低到每度一点八元 价差达二点五倍 但时间电价就适合 每月用电七百度以上的住宅 或一千一百度以上的电价使用 如果以月用两千度豪宅大户来计算 夏季的电费涨价之后 一个月电价将近一万一千元 该时间电价将变成六千两百七十五元 等于两个月一期电费大省超过九千元 但真的有这么好靠吗 专家批评时间电价 恐怕只是假议题 如今蔡政府能源政策出问题 店家长百姓荷包还是大锁水 记者谢宏如陈宇荣台北报道 水神雾化器 好就是这台 它24小时在我们这个环境的摄影棚里头 基本上是随时的在做空气当中的清销 我们现在水神雾化器呢 也有像这样迷你的这么小台水神雾化器 请大家上快点购下单的时候呢 输入我的代码CTI588会有折扣优惠